好继续带您来看到目前花东纵谷有五个部落的主题旅游行程 已经都采用了KK对旗下专位旅游业者打造的RAZIO预约官网 那么虚实的整合的做法呢得以为各部落来提升旅游人次 疫情时代带来许多网购商机 如今国内疫情稳定旅游人潮也逐渐回复 消费者更习惯透过网路来选择个人化特色行程 过往各部落推广行程时可能受限人力与数位资源不足 推广成效有限 目前纵谷五个部落的主题旅游行程 都已经采用KK对旗下专位旅游业者打造的RAZIO预约官网 不管是过往可能部落都透过一些打电话 或者是Facebook或LINE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方法 其实都已经要转变为数位化跟所谓的线上化了 那我们发现说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确实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人力成本跟作业时间 参与的部落包含了花莲县光复乡太巴郎部落 玉里镇的支罗部落 万荣乡马远部落 台东县的盐平乡永康部落 以及海端乡的坎顶等五个纵谷部落 导入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 基本上每一张订单 消费者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成立这样一个订单了 然后所以我们同样的就可以在这五大部落 他们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 看到他们的邮程 看到他们丰富的读文 看到他们的故事 然后呢喜欢就直接预定 完成线上付款 KK对表示台湾防疫成绩斐然 这是推动旅游业数位转型的好时机 未来将持续深耕数位旅游的脚步 帮助业者为国境开放 接待海外来台旅客做好准备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